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三本的頻道 我會在這個頻道分享股票投資判斷方法以及存股標的 希望大家可以藉此獲得一些理財知識 早日邁向財富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 感謝股友以及頻道會員的支持 肯定三本的復甦與價值 你們的鼓勵是我最大的創作動力 今天的影片藉由業務內容 本益筆、殖利率、獲利人力 帶大家了解三家穩定配息、高殖利率的好公司 影片的後段也會有該股的便宜價區間 以及每月被動收入增加1萬元 所需購買的張數以及成本 在開始之前,別忘了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和按下小鈴鐺後打開全部通知 上一來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三本的投資分享 第一家經濟,股票代號3042 台灣經濟公司成立於1983年12月 為電子零組件業 主要業務為石英、感測元件、研發、製造 經濟擺脫手機低迷業績 第二季起營收逐月回溫 第二季單季營收24.26億元 即增5.57% 目前以經濟價格89塊附近 本益比在11.3 同業的本益比是在29.8 比同業低 目前市場對於AI伺服器需求高度樂觀 AI伺服器的進一步發展 有利於帶動在WiFi及網通的擴大需求產生 而第三季經濟主要的動能 則會來自於手機以及汽車應用需求的成長 那一年內最高價以及最低價分別是98.6元以及69.9元 可以迅速了解一下目前的價格代 在今年EPS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經濟在2020年後開始找到獲利的方程式 稅後盈餘開始大幅提升 從2018到2022年平均獲利在5.59元左右 2022年則有9.06元的水準 稅後經濟率越高 代表公司的追蹤獲利能力越好 一級每銷售100元的商品 實際落入口袋的利潤越多 而在股東權益報酬率的部分 從2018到2022年 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在16.1%左右 我們可以從現在經濟的股價89元左右 以及每股淨值40.27 淨值比為2.21 那經濟股力分派的部分呢 連續配發22年的先進股力 那這5年的平均先進股力為4.56元 沒有配發股票的股力 現金股力填寫的天數約為8天左右 殖利率最高為7.54% 平均為5.83% 接下來我們來看該股的股價區間 也就是判定股票的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 經濟股價89元 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分別為74.6元 91.2元以及120元 目前經濟的股價落在便宜至昂貴價區間 便宜 合理 昂貴價 是由三本所建立的精算公式 考量現金鼓勵以及股票鼓勵計算得出 如果您想了解00878 或者金融股的便宜 合理 昂貴價 我在會員頻道作有投資表可以參考 也會有比較多的描述 第二家 昂貴 股票代號2430 昂貴公司成立於1978年5月 為台灣規模最大的資訊家電產品零售3 以消費者為核心 與一線國際品牌結盟成為新零售策略夥伴 主要帶給消費者生活解決方案 目前以昂貴現在價格42.8塊附近 本益比在9.52 同業的本益比是在12.1 比同業低 那一年內最高價以及最低價分別是51.5元 以及31.45元 可以迅速了解一下目前的價格代 倡庫近年來經營模式慢慢改變 也推出小家電有價回收 透過原廠、通路、回收廠商等上下游供應鏈配合 電器回收以建構龐大且專業的生態系 這一個看似不賺錢的生意 卻對消費者帶來品牌年性 在今年EPS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倡庫的獲利有越來越好的跡象 從2018到2022年平均獲利在2.53元左右 2022年也有4.29元的水準 而在股東權益報酬率的部分 從2018到2022年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在8.16%左右 另外我們也可以從現在倡庫的股價 合理價 目前倡庫股價42.8元 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 分別為36元 44元 以及52.1元 目前倡庫的股價落在便宜價至合理價區間 第三家 楓益股價代號 6189 楓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86年 早期代理連電子公司IC晶片 連有光電面板 目前則從事電子零組件 以及液晶模組 與觸控面板之研發製造 安西通路商楓益收穫於這幾年來半桃底市況熱絡 不僅營收創高 獲利也大躍進 美股稅後存益1PS4.08元 創歷史次高 楓益董事會也透過去年盈餘分配案 美股配3.45元現金鼓勵 配發率達84.6% 配息最後買進時間為8月11日 以目前價格45.1元左右推算 現金殖利率高達7.6% 目前以楓益現在價格45.1塊附近 本益比在13.9元 同業的本益比是在12元 比同業高一些 那一年內最高價以及最低價 分別是45.2元以及34.5元 可以迅速了解一下目前的價格代 在近年1PS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楓益的獲利都很穩定 都在2.6元以上的水準 從2018到2022年 比均獲利在3.4元左右 2022年則有4.08元的水準 而在股東權益報酬率的部分 從2018到2022年 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在15.5%左右 另外我們可以從現在 封益的股價45.1元附近 以及每股禁止24.65 禁止比為1.82 那封益股力分派的部分呢 連續配發21年的現金鼓勵 那這5年的平均現金鼓勵為2.94元 現金填息的天數約為4個月左右 殖利率最高為9.15% 平均為7.82% 接下來我們來看該股的股價區間 也就是判定股票的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 目前封益股價45.1元 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分別為48.1元 58.8元 以及69.6元 目前封益的股價都在便宜價區間 那如果我們想存以上三家 來讓自己每個月加薪1萬元 我們可需要多少張為目標呢 三本同樣以表格的方式來呈現較為清楚 可以從以上表格發現 如果我們想每月加薪1萬元 則需要買入經濟27張 或者買入燦昆55張 或者封益41張 總投資金額分別需要240.3萬 235.4萬元 以及184.9萬 以目前殖利率以及股價來看 封益43檔股票中較為超值的標的 以上43檔高殖利股的分析 如果你有什麼見解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覺得以上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不妨幫我們按個讚 加入訂閱也分享給你身邊的好友 也許可以產生更多的話題 另外也可從影片欄下方的超級感謝中 借有一點贊助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持續提供更好的影片給螢幕前的你 最後三本來的頻道發布了任何資料或意見 純粹資料整理 該不構成購買 訴訟 銷售任何投資 參與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影片有任何見解 歡迎在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點開小鈴鐺 我們將於每週三晚上8點 準時發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們下次見 掰掰